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天天向上自贡站来了 王一博开启版载模式 带着他的小滑板游走于彩灯大世界中 天天向上节目组 对于王一博的宠爱 就看他到底有多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上期我们看到了乐山站 游山玩水又宝似四川美食的波波 这次迎来了他开心玩着滑板 穿梭于彩灯大世界的画面 这真是妥妥的宠爱啊 知道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出来走走 这次节目组就特意安排了一系列的外景拍摄 明着说开启了美四言学计 实则是各种的宠爱有加 名正言顺的出来走走逛逛 都记得上期乐山站 吃撑肚皮的王一博 开心的不亦乐乎 更是在抓捕任务中 哪怕是站在那里 都无人去追捕 全程把他当成了透明人 淡定从容的搜索任务 这次自共战了 居然可以在彩灯大世界里 踩着他的小滑板 任意穿梭于每条大道中 着实让人有种 天妈你说什么我们都知道 你是故意安排的吧 这么大的流量 外面的迷妹一个个嗷嗷的叫着王一博 里面的人却依旧把他当空气人 随意让他肆无忌惮的游走 人家小兄弟在不停奔跑躲闪中 他依旧淡定的在神游中 这个对比有点搞笑了哦 自共的特色非常的明显 有恐龙化石 制炎 彩灯大世界 还有当地独特的美食 天天向上这个节目 真的是从头到尾 让文化跟美食串联起来 让人隔着屏幕都缠枯的节奏 不出意外 王一博又是摸着自己的肚子 打着宝格的节奏 不过看到他跟小兄弟们一起完成任务的时候 带着小滑板 那就一个拽哦 各种的好奇的项目 王一博都不在话下的尝试着 自己开心不说 顺带着也贡献了不少的表情包 难怪网友说 回到天天的王一博 就是珠宝一枚 带着那个奶镖 是不是蒙出一脸的茫然若失 这次玩游戏的他 可是没少被吓到呢 不小心触碰到了好多抓捕开关 更是被一群阿姨给团团围住 吓到他 赶紧踩上滑板就开溜了 速度跟不上 没有关系 他亲爱的前锋哥 也会开着电动踏板来营救他 怎么任由王一博被一群阿姨给掳走了呢 真是火酒线的集市感呢 搭上顺风车后的王一博 更是把滑板玩得溜溜的节奏 着实玩的那叫一个过瘾阿 话说 天天向上是不是节目组特意告知了 不让抓王一博呢 为何从乐山到自贡 全程没人去围堵他呢 看他悠然自得 恨不得我都想去拿个网子套住他 带走的冲动 别问 问就是他看到真要追捕他 估计游戏也就没有什么玩的了 他会踩上他的小滑板 呼呼的从你眼前飞过 估计遭殃的就是摄像老师 跟不上拍阿 好了 看到开心的波波 心情也会爽起来了 毕竟有些人看着挺酷 转身就露出孩子的面孔 说的就是谁呢 嗯 不搞笑却自带搞笑特质的王一博被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ka